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座拥有多样奇特地形和温和湿润气候的城市 复原物产丰富 盛产大核乌珠 莫红白银豆 黄梨 磨绿等高原特色农产品 其中有以磨绿最为出名 因此复原被誉为磨绿之乡 那么此次Dennis和彭彭在复原的美食探寻之旅 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彭彭 你知道有一种就是食物叫磨鱼吗 磨鱼 知道了 磨鱼豆腐 你还喜欢吃吗 特别爱吃 我发现真的 我身边很多女孩都很喜欢吃磨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入口感觉很好 然后有滑滑的那种 对 而且它可以有减肥的功效 减肥的功效 为什么不需要减肥 那你知道吗 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当地有一个做魔医院 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厨 但是我想跟你说 这次我们来到这里呢 其实和我们往常探数美食 会有点不一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研究美食嘛 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 交流切磋比拼嘛 对吧 拼 对 没错 我没听错吧 我这个WiFi信号有点不太好 你这不是WiFi信号 因为要跟人家去比拼嘛 所以特意给你做成这样的造型 吓死他 春丽是不是 走 这个呢就是我跟你说 在副演员当地呢 有一位大厨 他工作的酒店 一说到就是Chef大厨的话 你印象中都是什么形象 就特别严肃的 然后胖胖的 然后脸上可能有几道褶子的 所以你还会觉得 他的岁数会大一些啊什么的 对不对 因为会非常有经验 就特别严肃的 然后胖胖的 对 小鲜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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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Dennis 没有想到就是刚刚你说的 就是说那个你想象中 大厨形象就怎样了 年纪很轻 对 年纪啊 为什么小鲜肉呢 对 很意外是吧 你们两年是 可能也许真的还差不多呢 那我可以说回正题 听说你在这个抹育宴上 创意没有下功夫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 我在平常的 我料理的一些派系里呢 其实也会经常用到就是抹育 这次来的我们就不如 大家就彼此交流一下 就是也可以说一下嘛 那这样就是无论说是我们交流啊 还是怎样的话呢 我觉得要一点点公平 那你看你怎样能够让我先去对当地的这个食材 就抹育这个食材呢 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好的 那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罗教授 他是研究抹育的很顶级的专家 那我觉得是好 就是说就我们可以真的从他那里资料上 包括这种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更加深入了解 对 我们会更加地深入了解抹育这个东西 大厨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担心这个很厉害的 没关系的 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在这里等你们 你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现在就来到人家介绍这个说是魔育研究所 魔育的品种呢 它其实会有很多嘛 研究所肯定是一个非常的科学的研究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吧 朋友你看那位就是卢教授吧 教授 卢教授 您们好 卢俊 中国魔育协会理事 国家二级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魔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我们来您这边就是想追寻一些就是关于魔育的为什么 全国国地到处的品种都引进来 这么在这个地方了 那有多少品种 三十来种 当时这个地方已经集中了大部分的种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魔育啊 对啊 那卢教授那咱们就从这边开始您带我们一个一个了解魔育的品种吧好吗 那就跟我来吧 这是白墨液啊 看冰性好 但是产量很低 这一个是铁墨液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 不要加工的 卢教授想问一下 就是那我们就是复原当地其实肯定也会有就是非常独特品种嘛 对那我们就到那边去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说到的白亩魔育基地了 白亩 被震撼到了是吗 哇这漫山遍也全是 卢教授您看就是咱们这边不是咱们这个复原当地特有的这个魔育的这个品种吗 这个品种和其他您刚才跟我们介绍其他品种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品种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厂 海拔要在1600以上 降雨量要在800以上 这个地方的土壤也是比较好的 农民的经验和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研究的深度 所以这个魔育才能够长到那么好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团结起来去配合了 您来指导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挖魔育 应该是要朝这个地方很远的 因为它根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要是弄底的话 你就容易伤到它那根嘛 你看 来 彭彭 你来一下 好啊 哇这个经济的任务交给我 那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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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跑哪个 你指一个 就这个咯 等一下 没事吧 这个崴了一下 没事 继续来 来了 看你挺辛苦 下面工作要不然留给我吧 哇 感觉是挖倒了一棵树 没有 就是挖出来 前面的这个泥土弄掉 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根啊 根是什么左右啊 保护 错了 那是啥 这个是植物的嘴 像你的嘴吸收营养一样的 哦 像我的嘴一样会吃 会吃 这个摩椅你们知道含些什么吗 含些什么 营养 这个主要是含的是蒲干露鸡汤 敷衍摩椅的蒲干露鸡汤的含量 通常在52%到58之间 这我还真是发现 就以前其实没有说接触过 就是这种植物 那这次我觉得真的 你能感觉到它有灵性的 你看就是说 我们之前在研究基地看 就是说蒲鱼会自己让小种 然后刚才我们在挖的时候 它也会自己再去锅其他种 让它真的就是能够 更对它去延续下去 对 那我们现在应该去 来去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生加工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加工过程吧 好好 加工方法 为了解 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 自主引发的磨液制品 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 这个就是这个 磨液素毛肚 目前我们这个东西的 整个市场的销售特别好 一天要一到两吨的一个销量 这个是我们公司 在我们公司在了十多年的一个产品 磨液上市轻微 这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 所以水鱼是有点健康保 这个主要是一个进制好的一个食品 其实这个磨液产品 它的功能是比较多的 从食用功能上来讲 大的方面讲是清洁肠胃 因为人们就是要吃的很多东西 要通过肠胃道来消化或吸收 二一个是清洁协议 清洁协议 清洁协议现在面对的就是三个 对人类的一些危害 还要对你的美容或减肥 都有很好的一些牛肖 那我要多吃一个 那言归正常 就是那您带我们要深度体验 它的浆工过程的话 会带我们体验哪个产品 那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基础产品 请你们去看一下 也是简单地做一个 磨液尝试的一个普及 怎么样把磨液从地里面 挖出来一个云生态的植物 并成一个可以食用的一个食品 那么下面我们给你们看的 是我们公司最简单的一种产品了 我们由浅如深 先去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 您带我们来到这儿 这是要体验什么样的环节 体验一下我们富云 农家做磨液豆腐 怎么做的一个方法 磨液豆腐 对 我看您还这里放了几碗东西 这都是什么呢 要做豆腐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磨液豆腐首先就是井水 水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磨液粉 磨液金粉 然后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它的火候 或它的一个量 一个配比 那我简单地给大家试试 好 我们首先就把这个磨液金粉 就是放到这个水里面 一边放一边慢慢慢慢地给它搅 如果你不小心一下放下去以后 我们都把整个盆了都固起来 然后就搅不动了 那就失败了 这样就行了 对 这样给它放起来 慢慢慢慢地它就给它凝固起来就好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现在不是稍微有点冷吗 它就已经成固状了 所以就是这个到时候如果冷冻一下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成品的样子是吧 这个你们现在在龙毛市场上见到的也就这个东西了 那你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来到复原当地呢 其实是想和我们当地就是有一位做磨液非常厉害的一个Chef 然后我们就是说在做磨液这个美食方面呢 有一些交流和切磋 对吧 那我们磨液现在了解的是比较清楚 但是呢我同时还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复原当地还有哪些 就是二位觉得是非常代表性的美食 有色色的酸菜 哦 复原酸菜 哦 那您看我们怎么能够就是非常直接能感受到这个复原的酸菜呢 那你们就去找蒋老板吧 他是做酸菜复原做的最好的 那我们不知道去哪找他啊 蒋老板 他的知名度挺高的 不能在任何地方一问就知道了 你们去吧 哦 那就属于是当地出名了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蒋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刚才我们打听的这个蒋老板这个地儿 应该就是这里了 不是这样吗 对 你看人家正在忙这个工作 您好 达尔小年 您好 您是蒋大姐吗 是啊 是啊 还是这样的 我们是来咱们云南这边 就是探寻美食们 人家一下就指引我们来到您这边了 哇 真是不见卖呀你 没事可以吃的 因为他们刚刚一路上都在说复原的酸菜有多好吃 对 但是这只是萝卜啊 但萝卜就已经很甜了 很脆吗 很脆 你尝一下把皮削了的 我刚刚连皮一块儿吃 可以连皮吃啊 你要吃萝卜人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民俗的行方式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萝卜 嘎嘣脆 这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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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酸的 凤原酸菜采用当地特产的红皮萝卜 用阻味流传下来的老酸汤发酵腌制 其腌制出来的萝卜酸菜 口感爽滑 酸而不过 回味悠久 我们整个酸过程是怎么样的 这样你来帮我切一下可以吗 可以啊 先打片再打丝 打片 来吧 那这个皮都不用削了是吧 不用 经过发酵以后它的红色会跟白色全部都 就都会变成红色是吗 对都会变成红色 它变得很漂亮啊 就变成粉萝卜 粉椰萝卜 粉的还要学上它印尽的 这个是我们用来腌制的那个汤料吗 对 哦 这个汤料是 哎 不要干啊 我就看一看 您这个汤是怎么制作而成的 这个酸汤是多年传承下来的 哦 多年传承下来 哦 十几年 我朱祖辈辈都是这么用的 朱祖辈辈 那儿感觉真是十几年 这可不值啊 就是上一次的这一次一样 这一次的下一次一样 就是形怀下来的 好多这种地方民间的美食啊 它其实都是有这种传承的意义 比如说像乳煮啊 比如说云南当地的一些米线 其实的关键很在于汤 因为老汤真的很重要 老汤促成老库 老库促成老字号 我们跟着您一块儿就是体验体验 这个整个腌制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加一点盐在这萝卜上 加一点酸汤 拌起来 因为我不是要跟当地的大厨 然后我们在这个抹育宴上切磋一下 他肯定是当地人嘛 肯定了解当地人的口味 当地人会更喜欢 对 那我的呢 我觉得怕当地人会有点不适应的话 怎么办呢 那加入酸汤会不会更好 对 所以我在想要不就是把这个之为结合 所以呢 那你就把它包走啊 那你就把它包走啊 您是年度七彩飘香最佳最佳伙伴 你看就是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就是复原当地的魔芋 然后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 当地人最喜欢的味道 来作为这个 我料理美食里的一个 独家的一个 秘密武器 对 所以你看 我又对魔芋了解了 又有秘密武器 而且我还有我的 所以你小心咯 走吧 我们 好 送给你了 谢谢张老师 原汁在哪儿 真是太热情 慢点 慢点再见 张老师 再见 Face哥哥 你看咱们现在的食材 已经全部早齐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找它 从鼓势切脱一下 好 下面就靠我了 找给你了 我相信你 美食不分国界 你能接住我的体管吗 我才是博弈尿女之三 好朋友 因为那边就是有油有盐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 我不用油 看它曙旧的味道 它挺神秘的 我内心挺虚的 世上就是在当过去 当时开始做菜的时候 我的心就慢慢地 沉浸在我的创意之中 我眼前的食材都很简单 我在想我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发挥到极致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 挺有创意 很有想法的厨师 我就加快我做菜的速度 AZ哥 你知道吗 今天就是为了你们的 除神比拼 我们在副员帮助过 我们的老师 教授 都请到了现场 第一呢就是为了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我们这个七彩飘酱有多么热情 然后第二呢就是为了 给你们两个来当评委了 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 在这个料理方面上的一个 就是交流 对 交流 然后呢这两道菜呢 就是我们两个人做的 这道菜呢是经过那个 中期结合 味型呢是西餐味的 造型呢 就有一点像我们中餐的造型 哇 这道菜最重要一点呢 就是在于它没有用油 没有用盐 我还有一个就是秘密武器 就是不原生菜 就是结合当地人的味道 把甜味啊 酸味啊什么的 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觉得要不这样嘛 咱们大家先来尝尝这两道菜 然后来品评一下好不好 今天几位 四位也当一下评委好不好 刚刚尝了一下那个那道菜 那道菜还是做的 蛮有特色的 综合了我们复印的 模艺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又引进了一些 西方的一些饮食的一些年龄进来 主持人的创意更深意了 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 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盐的问题带来现代的一些三高 一个更深一个城市 还融入了我们富样的元素 酸菜 把甜和酸已经融合在一起 更能够满足现代人 对健康的一些需求 也融合了这个时代 模艺 金康 这个礼店 我刚尝了就是这个国色模艺 我觉得它确实是特别值得取这个名字 你看这一只凤凰叼得是栖栖如生 而且模艺吃起来也是入口非常的滑嫩 对我最近来说啊 我在富裕是做酸菜的 那么多年了嘛 我就这么的这个酸菜和模艺 配起来好像这种味道 可以穿的 诶 丹丽哥哥 你说你们两位厨生啊 是不是应该互相尝一下对手的菜呢 来 我们彼此彼此来就是 互相点评一下吧 尝一下然后评价一下好了 怎么样呢 嗯 好吃吗 来 先评点 我觉得非常好 肌肉非常的滑嫩 而且色泽也非常的 感觉上去嘛 没有那么油腻 我觉得你这道菜吧 它融入了我们本地的特色 而且做出了它模艺本身那个健康嘛 所以这是我一想不到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模艺这个食材其实蛮难入味 黑胡椒呢其实它有辣的味道 这个辣的味道呢又不是说特别的重 既想吃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味蕾那个就是会生筋 就是你会更有食欲想去吃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会在考虑到 食客怎么能够又美味又健康 这样也考虑对不对 那最后确实是难分博仲是不是 嗯 难分的 我觉得是国与新修吧 我是很赞同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各一个的特点 各一个的特色 我觉得吧 其实输赢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 对不对 赵总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就达到共赢的场面 行吗 来 我们一起来鼓掌 对你们两位胜出的图神 大厨 你看咱们今天不就是图神PK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道菜呢 这些菜都是我精心研发的全模艺业 全模艺业 也就是说所有的菜都是用模艺做成的 所有的菜都是用模艺做成的 我想吃这个鸡肉模艺是不是 这道菜就叫做叶鸡 因为它融入了模艺和我们本类的鸡 两道菜结合起来 这个味道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这道就叫做金酱模艺丝 这道就是最近新研发出来的 宝宅模艺 就是其实有一些粤菜的结合了对吧 那对 这道就是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复原做的这个泡椒也是非常好的 里面这个模艺就是我们本类的特色 然后它做得像毛肚一样嘛 它再融入这个泡椒的味道 感觉就非常的能 这个应该不是模艺做的吧 像这样 这个也是模艺做的 这叫做雪花模艺 外酥你嫩嘛 这个粥也是模艺做的嘛 这里头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香味 会黏在嘴里 会有一点像藕粉的香味 又有模艺的味道 还有很多的水果 这个怎么有点像那个生鱼片 老师你这是骗我吧 这就是生鱼片做的 我不相信这是模艺能够出来的味道 我看你这真是一块的加一块的 这满嘴都已经塞满了对不对 其实呢就是在座的四位呢都是本地人嘛 其实我们也很想听一听本地人是如何来去评价自己的瑰宝的 模艺了嘛 2002年的时候 联合国卫生组织已经把那个 它其中含量最高的上食轻微 列为人体健康的第七大 必须营养素 我们把模艺上食轻微了嘛 列为这个人体内健康环境的调理专家 在行业里我们也经常称它是 模艺是铁扫肘清道服 它主要是清理我们肠道的 这些模艺做出的食品为什么这样好呢 体现在一计划上天时低地人活 天时是我们这一块土地的环境 低地是我们的土壤和国方面条件 如果说人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我们农民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些结果 现在护议了种植模艺最好的精英 第二个城市还有科研的一个城市 第三个城市是我们国际单位 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作用 就是组织的结果 你说 复原这个模艺很好 而且我也是复原人 所以我想把这个复原模艺做得更好 更出色 走出全省啊 全国啊 乃至世界 感谢你们的福音资讯 把我们的酸菜和模艺都带出福音 甚至带出了身 带出了果干 我们一哥在里面 爹地都为没有说的了 确实只能为你们盯赞 盯赞 盯赞 谢谢 谢谢 我这一趟的模艺之旅吧 就感觉到 可以说让我从浅到深地认识了一遍模艺 因为我原来只知道模艺豆腐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在我 卢教授带我们去 就是挖那个模艺的时候 就是 其实这样我最关注的 就是那个土壤 你知道吗 它是壤土 我还记得 就是你会发现 那个真的是要就是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 它那个土壤才会有那样的营养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是它来去养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民这样的 刚才几位其实都有说到 就是对模艺的这样一个认识 包括小兄弟 你呢就是去 专门要去做这么样一个模艺宴 然后让它去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就是什么 就是人所在这件事情上 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真是 这一次复原之行呢 真的让我们就是感同身受 非常多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 回到飘香厨房之后 我想我会做一道 非常丝丝入味的一道菜 我觉得咱们这一趟之旅呢 真是丰富多彩 对不对 那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提议 不如咱们现在再举杯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呢也真的是感谢各位 对我们的鼎力支持 谢谢 第二呢就是说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能够品尝到 这么健康 这么美味的食材 好吗 第三呢我觉得真的就是 希望复原越来越好 所以我这里呢有一个口号就是 彩云之男 七彩飘香 好不好 那咱们 我来数三二一好不好 我们共同地心语言 好 三二一 来 彩云之男 七彩飘香 干 为了抹育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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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 排毒减肥 美容养颜 但是摩浴本身不具备任何味道 这样在料理之中 它很难成为主角 不过 我是美食的导演 看我如何把摩浴发挥到极致 给你一个美味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培育了摩浴这宝贵的食材 我能做的就是了解食材 让它发挥到极致 所有食材都是为了让摩浴温暖的味道 死死入味 这是我的冲发 他让孙中山先生轻比辉豪 饮要和 食要有德 他让云腿成为滇菜经典 它是我们鲜威地方的一张名片 也代表整个云南 餐饮 标杆 他让这座城市飞升天下 鲜威因火腿而出名 火腿也定义了鲜威 本周日晚9点20 七彩飘香 让一道北贝带你认识 一座城 鲜威